陆古香农会111年度春季比赛茶近期正式登场 许多农友已经将准备参与比赛的茶样绞交到会场 共计4976件完成绞茶 后续农会也将会进行严格的审查作业 来将今年度最优质的春茶呈现到消费者的面前 陆古香农会111年度春季比赛茶登场 共计有4976件茶样参赛 农会也以最严谨的机制来做审查 将今年度最优质的春茶挑选出来 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今年到目前我们上方报名的驾山 4981驾 在这两天的高谷里面都很勇敢 我们今年高谷我们就是生产追溯率的QR Code 我们就要求的很严谨 今年我们的油減和境外茶的检验 我们同样是会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们也是会来去强力的要求跟检验 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今年农友的地高来 然后我们就是不落地 所以我们直接逐渐我们的台下顶 那个甘华顶头 就是符合我们的卫生安全食品的部分 就是让我们的东西不落地 而今年陆古香农会春茶比赛 为了保障农友权益 赛制也有所更动 只要有农会会员资格 且茶园栽种地区也符合规范 都能够报名参赛 因为我们陆古香的鄉民 因为它一些地区的政地外汉顶 像我们一些较新的地区 像凡亚禅 还是我们的荣华园的部分 所以那都同样是我们陆古香的荣誉材情 所以这次的QR库我们是放宽 放宽就是涉及在陆古香和珠山镇的QR库 我们都能够报名参赛 此外针对药检及新外茶防堵 也会更为严格 只要发现有不合格采样 该采样数数茶农 以及其他参赛采样也都全部销毁 农会也希望切齿捍卫茶香生育 让这地考察做更好的推广 今年我们要求农友交的QR库这个部分 就是如果要钱没有合格 还是说境外茶抽到减严 如果没有合格 判定为境外茶的部分 同一张QR库所缴交的茶叶就全部列入淘汰 而且是全数销毁 不是只有那一件销毁 是同一个QR库的交的茶叶全数销毁 因为这个我们在比赛办法 尽情我们提早就有公共爱 希望我们所有的农友都能够来 好好地来遵守这段比赛办法 今年春茶塞脚茶共计受离4976件 陆国农会茶叶中心广场门庭若市 长农脚茶热络 推广主任陈芳炫现场作证指挥 员工总动员 开放五个搜查平台树里 同印证报名号次 送件交茶 称重 筛件 要扯 次项取样制封签 全程迅速严谨通关受肯定 记者陈芸智 陆古香采访报道